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天出席全国政协14届二次会议的民革、科技、环境资源界别委员联组会时提及两岸,声称要壮大反独促统力量,共同推进中国和平统一进程。 这是习近平在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亲自提及两岸后,再次在出席两会团组会议时提及对台论述。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涉台部分提及统一时,删去了和平二字,引起外界议论。 但习近平今天出席两会时又提到了和平统一。 根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说,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要在对台工作大局中进一步找准定位,发挥优势,积极作为,更好团结海内外,岛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不断壮大反独促统力量,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要积极推动两岸科技、农业、人文、青年发展等领域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 根据报道,据中共政治局常委身份的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也与习近平一同出席会议。 习近平上台11年以来,分别在2015、2016与2019年,借由两会出席团组会议时发表涉台谈话。